真的是嚇壞人了 要來看到是在台北的美國學校 被人在社群軟體上面連續發文 揚言說要開槍 昨天晚間 帳號所有者是一名14歲的學生 他是在家長的陪同之下 主動到警局來說明 說自己帳號遭人盜用 還有另一名出現在照片裡的同學 兩個人現在都已經提告 妨害電腦使用 而根據警方追查 這個發文帳號是有多個 國外IP帳號登入過 目前其實也不排除是國內駭客 使用了跳板程式來犯案 警方還在追查當中 校門口原警手持槍械戒備 他們左看右看 嚴密監控有無任何異狀 但上課時間不見師生家長 只有警方是怎麼回事 原來台北美國學校 接獲了恐攻威脅 為了貼母中山北路六段的 台北美國學校 13號停課一整天 原來是有一名學生 他的社群軟體出現了兩篇 具有恐嚇意味的貼文 兩篇充滿恐嚇意味的貼文 第一篇文中指出自己討厭非裔人士 13號早上將到美國學校進行攻擊 奉勸自己的好友千萬別到校 另一篇出現校內學生的身影 除了恐嚇別打疫苗之外 也寫下關於恐怖攻擊的言論 而畫面中的身影 則是一名美國學校的學生 發文帳號所有者 是美國學校一名男同學 他在母親的陪同下 前往警局說明案情 他初步表示自己的帳號遭到盜用 這些文章都不是他發的 因此提告妨害電腦使用罪 照片遭使用的同學同樣也向警方報案 目前校方預計十四號恢復正常上課 而整齊恐嚇事件也引起美方高度重視 但無論真實帳號被盜用 亦或是自導自演的惡作劇 都已讓美國學校全校失聲 陷入恐慌 記者 無上線 陳玉璇 台北報導